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这样看资料 我们好像感觉 所做的事情 以照他通通都做得到 可是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假如说我们现在已经调查出来了 各年的销售 我们如果想要进一步的来去做分析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去看 上面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符号 怎么做分析呢 好我们先来介绍 这个叫做向上探索 这个叫做向下探索 而且这边是不是两个 两个向下探索 这边是一个向下探索 这个叫单一 单一向下探索 这个叫做多 多向下探索 意思是什么呢 你看 例如说当我现在点一下它 这个季度一所指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季度一所指的是 2013年的季度一 加2014年的季度一 加2015年的季度一 加2016年的季度一 可以吗 请问我是不是只按了一个按钮 我就直接可以看到这张图 有看到吗 大数据的技术 请问一下你是要做得出来吗 做得出来啦 你怎么可以摇头 做得出来 请问你有可能按一个按键就做出来吗 不可能了吧 对不对 我给你10分钟 我给你10分钟 收费你都画出来了 在座 我们上的是进阶班 基础班就算了 进阶班 你们一定有这个能力算出来 对不对 这张图 对吧 他好无辜 难怪这个人请假 还是他跑掉了 我的意思是要告诉各位 也是要做得出来 可是我这边我只按了一个按钮 这就叫大数据分析的技术 你们是不是应该要把 我现在在教的是连续性分析 其中的淡忘记 是不是按一按钮就做出来 这件事一定要学会 我今天会把很多很多分析手法告诉你 可以吗 好 那请问一下 你会怎么报告这件事 为什么要加视觉化效果 知道原因的吗 你看当我按下去 按往下 多向下探索 你看他这边 你会怎么报告 第一季 你为什么不会讲说 那个 你为什么不会讲说 季度四 那如果多的时候 你会怎么介绍 你会说 季度二 季度三 季度四 差不多 对吧 你应该会这样介绍 因为他的颜色 差不多 同意我在说什么吗 唯一读就只有 季度一 你一定会介绍 太低了 对不对 OK 那我们 那我们 现在是不是看到这件事情了 接下来 你可以跟老板去讨论 老板 你看季度一 我们这边表现得很不好 那这时候 老板可能就会说 那是不是应该要去调查 到底是什么产品表现不好 然后 然后是各年都这样子吗 那 那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原因呢 这家是超市 超市的时候 过年天气冷 大家不出门购物 可以吗 就开始来去思考 后面这些东西都不是机器能够告诉你的 而是必须要互相来去讨论 张良得到的 然后再去想解决方案 请问可以做淡季旺季分析 可不可以做淡季旺季的分析 我们今天功课就是这一题 我们今天功课 就是我给你七天的时间 你自己回去算算看 能不能算出来这张图 花了多久 我们这边只按了两个按 我就算出来了 对不对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你学以色谣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善用大数据分析的技术 请问一下 我们这边 如果你去报告的话 你会报告 你会报告什么 哪一个月最奇怪 为什么说七月 因为在淡季分析的时候 我们已经知道第一季不好 对不对 那我们还会理所当然的认知 表现不好是一个连续性的行为 可是七月突然下降 因为两座山 然后前一个月后一个月都很高 为什么七月会下降 超市跟鬼月有什么关系吗 好像没什么关系 对不对 我们当然就要从我们自己的产品员 还有莱克的在统计分析 看看这边有什么问题 可以了解吗 大数据分析就在做这件事 了解 你看淡旺季的分析 淡旺月的分析 马上就算出来 好了 这个叫做多向下探索 这个叫单一向下探索 那我们先来去看 我先回向上探索 我们来去看 这一个 这叫单一 因为只有一个的向下探索 当我点了 当我点了它 我再点2016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 我再给你们看一下 这加总起来是5.5个百万 好 然后当我点一下2016 它变成什么 0.91加1.54加1.44加1.61 就是刚刚我说的5.91的总和 可以吗 你把这几个全部加起来 就是5.91 5.5个百万 好 点它 所以这个是单一年的向下探索 没问题 这边你一定要懂 因为下一题 我们要做 那个 同期比照 你就要会做了 好 最后一个按钮 我已经介绍了 1 2 3 好 我先把它关掉 关掉 再点一下就关掉了 我先回到最原始的状态 是不是剩下这一个 这个叫做连续向下探索 所谓连续的话 点一下 你就可以懂了 这是不是第一季 就是2013年第一季 2013年第二季 2013年第三季 一时内推 可以吗 这个叫连续探索 好 请问一下 我们带有没有羊 有 22号 你看到什么 能不能报给我们听一下 不过 我会觉得 因为 因为它有一个色彩的辅佐 有发现 前面几乎都是偏黄色 后面都是偏蓝色 那蓝色就代表说 它业绩有成长上去 好 那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发现 那个蓝色越后面越多 而且呢 一月啊 一月 有没有看到 一月 也慢慢都上去了 OK 当然 在这个地方 我是要告诉你们说 这边有一个连续向下探索 不一样哦 所以这边有四个很重要的工具 当然 你这个工具最常使用 因为 这三个都是向下 只有这个是向上 可以哦 请你们要先学会 按一个按钮 你就可以去做进一步的 淡换季分析 淡换月分析 连续性分析 好 请你们动手做一下